还要带您关心 澎湖县旺安乡去年以73亿 飙售1000多笔的土地 乡长还有相关的公务员 涉及土利厂商 澎湖地检署调查终结了 以共同土利罪起诉了 旺安乡的乡长叶中入 以及澎湖县议员叶明信 两个人将面对5年以上 3000万以下的刑则 澎湖县旺安乡90年起 接受各界捐地结税 并在去年6月将1000多笔土地标售 涉嫌土利厂商利益输送 这一叠叠全都是捐地的戏目卷宗 澎湖地检署侦办后发现 相公所明显土利厂商 让业者转手后 获利高达2亿7千多万元 旺安乡长夜中入籍 澎湖县议员叶明信两兄弟 以共同土利罪提起公诉 在七月诉当中规定 这个得标的人 可以在一年之内 选择要办理过户的土地 分批缴费办理过户 使得买方可以先找好买土接手后 再向万安乡公所缴费办理过户 不用出资了 转手就可以获得数倍利差利润 万安乡公所去年以73亿 伴售土地之后 穷乡店富翁 但全案涉入弊端 不但钱拿不到 在地方正坛叱咤咤风云的夜市兄弟 可能还得面临牢狱之灾